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感謝魯霸夢想飛船所提供的新品介紹 那這個新品呢,是Moshio的第二隻算是日本武士風格的機器人 那他就是鋼彈的造型 那這一個機器人呢,首先他的名字叫梵天丸 那其實他的造型我個人是覺得他可能是來自伊達正宗,就是日本的一個武士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他的配件 那這次呢,其實之前出過了一隻紅色叫甲肥之虎 那這個算是第二彈,也就是藍色的這一隻梵天丸 那在配件上呢,跟上一隻有一些出入,上一隻基本上他都附武士刀 那這一隻比較特別的,他把它當作是一個狙擊手 所以他有除了武士刀之外呢,他還有附槍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他所有的配件 那配件上面呢,首先手勢也變得比較豐富 有1 2 3 4 5 6 總共有6對手勢,再加上現在本體上面裝的一對握拳 就是總共有7對手勢 然後再來呢,同樣有一個底座跟一個非常大的底座盤 就是這個是磁鐵式的,是可以吸住 應該是說,底座盤是鐵塊啦 那他的磁鐵是在腳底,所以腳底是可以吸住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很穩的地方 但也有缺點就是這個底座盤真的還蠻大的 所以呢,你也還蠻佔空間的 不是大家都有這麼大的空間可以擺 所以我自己在擺放的時候,通常我也不會放這個底座啦 但是是很有誠意的負責一個底座 那這個底座呢,也有一個支架 那這支架底下也有磁鐵,你可以吸在上面 然後可以把人支撐在這個洞裡面 好,讓他呈現懸空的方式 那配件上呢,就是有一把狙擊槍 那這把狙擊槍呢,有一點點小機關 就是這邊打開的時候 這邊可以往後拉 好,你可以看到,狙擊槍的一個小機關 那除此之外呢,他還有一個彈甲 那這彈甲呢,他有附了4顆子彈 你可以把它裝進去,那這子彈呢應該是銅的 或是金屬的 那你可以試一下就是他到底有沒有吸力 好,沒有吸力嘛,所以他應該是銅的 好,所以 銅或是鋁啦,那這個子彈 就是你可以把它塞進去,他可以塞滿4顆 但由於塞進去不容易拆出來啦 那我現在都把它4顆塞進去讓大家看一下 好,所以這個子彈算是 很有質感的4個子彈 塞完之後呢,你就可以把它塞到這個彈甲裡面 好,那這邊就可以看到這邊有 子彈的感覺 雖然就已經隱藏住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可玩性算是不錯的 然後再來呢,除了具體箱 剛才說過這邊可以做後面拉開之後 可以往後拉,有一點點那個 變化之外 對,然後那就退炭甲了 好,其實退炭甲是掉出來 這邊並沒有相連貫的機關 只是我塞的不夠進去的關係 然後再來,聚集槍還附了一個 長槍管 那你可以把這個長槍管 裝上去 好,然後來變一個長的聚集槍 然後再來你也如果不要長槍管 你也可以把前面這一節拆下來 好,裝在這裡 也可以 就變短槍管 好像不行 應該是這一個還要再拆下來 變這樣 好,變短槍管 好,所以它有幾個部分 你可以去做 把玩的,我覺得 算是不錯的 那 這樣子呢,大家就會有比較多的 變化 那我覺得這個是它在 算是武器設計上 比較用心的一個地方 好,然後這個長槍管 這樣裝上去之後 它就會有很長的聚集槍 或是它可能也許這個要拆下來 才插得進去吧 好,因為這個有點緊 好,應該不管拆不拆下來都應該可以插進去 好,只是 這個槍管 你可能就是要 第一次總是比較緊 好,大家 是難的都知道 所以有點緊你就要自己 稍微轉一下把它轉進去 然後除此之外呢 它有附效果鍵 那效果鍵呢 這邊是它的效果鍵 然後它效果鍵有一個長槍的這個 記得把它裝上去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效果鍵 然後就是裝在這上面 好,它就 更誇張的 長了 好,那 那除非你有非常大的空間 不然通常不會這樣子擺 好,不過它是很有誠意的 還有附上 效果鍵 好,那這個是它 第一把 就是 狙擊槍的武器 那再來呢 還有兩把 小槍 那這兩把小槍呢 兩把是同樣的 好,所以我就拿一把來介紹 然後我覺得上面的細節跟 塗裝其實都是處理的很好 然後這個槍套呢 你可以套進來 然後這個你當然可以扣在 身體的側邊 或是身體的後面 它有附一個扣在後面 然後你這邊可以扣雙槍 那這個 這邊有一包零件的卡榫 那這個 其實就是讓你轉接這個洞 來讓你扣住這個槍的 這個 最後等一下我裝上去讓大家看 其實這邊先解釋給大家聽 那這個可以裝在 臀部後面 好,讓你可以 有點像那個槍繩 好,兩把槍插在後面 的那個效果 那也是不錯 那這個呢 是 小槍 那小槍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機關 但是 同樣它有附了兩個效果鍵 好,你可以 裝小槍 那小槍裝效果鍵的 效果也還不錯 好,那 至少不會像 狙擊槍那麼佔空間 那再來就是它的武士刀 那這次運氣不錯 抽到一個 不能說限定版 也不能說特別版 就是 它在 這個版本裡面有附了一個黑盒 那 黑盒子裡面呢 打開 除了有 支架 就是這個鐵架之外 如果運氣好的話 可以額外多抽到一把武士刀 那這個武士刀呢 它就是 塗裝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塗裝 那可是呢 其實我覺得原本武士刀還是比較帥 所以我們把原本武士刀打開 原本武士刀呢 是有看到有刀紋的 然後這個紅色就是沒有刀紋的 那同樣可以裝到那個刀鞘裡面 所以它並沒有額外多一個刀鞘 它只是額外多了一把 不一樣的刀 那裝進去呢 基本上是 看不出差異了 好所以這個 算是這次開盒 得到一個非常好的運氣 所以 據 提供的 巴魯夢想飛船說 它自己都沒抽到 結果它寄給我開箱的 卻是抽到 好 然後小的武士刀也是 好 那這個小的武士刀呢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 跟大的武士刀 是一樣的 實際上呢 只是 來的比較 短一點點 好 所以 魯巴夢想飛船自己沒抽到了 然後結果 它可能唯一的一盒是被我抽到的 那 不過我個人還是覺得 原本的武士刀啦 是比較 好看的 好 那 這邊呢 就是介紹完它的 所有配件 然後再來有一個底座 那這個底座呢 就是讓你放武士刀的 好 所以你可以把 武士刀 不裝在身上的話 可以當作是 展示 那由於它武士刀並沒有非常多啦 因為這個底座其實跟 前一個底座是大同小異 然後這個之前也拆過 這裡面就是 卡片而已喔 那這個底座跟之前的底座是大同小異的 好 所以 之前的 甲斐之虎是附了三把刀 好 所以這邊剛好可以有三個空位 但是 這一個 黃天丸呢 只附了兩把刀 好 所以就會有一個是空的 那如果抽到這個呢 由於它沒有刀鞘 你這樣放 感覺也怪怪的 所以這個 通常我是不會拿來放武士刀 因為我覺得武士刀還是 裝在身上 會 來的比較好看一點 那這些的配件呢 就是讓你把武士刀扣在 像身體旁邊啊 或是身體後面 或是正背面 好跟之前的那個 之前那一隻紅色的 其實是一樣的 安裝方式喔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讓大家比較一下 就是紅色跟 藍色這兩隻的大概差異 好那 在 第一隻的甲斐之虎啊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紅色的 然後武士刀呢 基本上就是剛才說的 它是三把 好 然後它就是這些交換零件 就是全部都在這一代裡面 不管是槍或是 就是 刀你都可以裝在 側面 背面 好或是 臀甲上 那這是讓你可以有 比較多的 把玩變化的 那你也可以把 全部的武器都裝上去啦 只是 你如果旁邊裝槍的話 刀你就可以裝在 手上 那這是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刀可以裝在 手背上 那等一下再裝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一下它的 特別的地方 那這兩隻的高度呢 實際上是差不多 但我覺得 呃 第二版的藍色呢 塗裝比第一版的紅色好 怎麼說呢 第一版的紅色呢 有很多都是用射出色 就是像這暗紅色的地方 基本上這邊都是沒有上色 它就是原本的射出模型的 顏色 相對的看起來 就是塑膠感是比較嚴重的 那第二版呢 是全部都有上色 包含你所看到藍色 然後有不同顏色的藍 它並沒有說哪一個顏色的藍 是用原本射出的顏色 它的藍色呢 全部都是有上色 那所以在 顏色的層次跟細節上呢 我是覺得 是比第一版的上色來的好 那不過造型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第一版的造型 那造型當然是見仁見智 第二版就是屬於比較 瘦系修長的 然後第一版就是比較魁梧的 好那看完了這兩隻的比較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它的可動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跟細節 首先頭部呢 一樣是跟前一隻一樣 它有一點點的伸縮 所以你可以把它壓下去 它就會感覺比較壯 因為脖子感覺比較短 然後你如果要增加比較可動 或是看起來比較修長 你可以把脖子拉起來 你這邊也可以看到 脖子的一個內構 那它拉起來之後就會有一點點的可動 好那如果壓下去 脖子就幾乎是不太能動 當然還是可以左右轉 只是 就不能前後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有一個很特色的 有點像月亮形狀的 刀子插在頭上 感覺到頭上中了一把刀 然後再來有狙擊鏡 那這個狙擊鏡是可以換掉 它可以拔掉之後變 變成沒有狙擊鏡的狀態 那這個我就不把了 這是一個狙擊鏡片 那它為了就是 還原 那個 日本武士的感覺 它的構想那一隻角色 宜達正宗 那是獨眼龍 所以它這個狙擊鏡 就不是 像我們一般狙擊鏡做透明的 它是做數位式的 感覺就是把一眼遮起來 那這個我會覺得還原度很好 那眼睛是可以發亮 上面打開之後可以裝電池 胸甲也可以發亮 這是 之前 加肥之虎 胸甲是不能亮的 所以這一隻 還多了胸甲會亮的地方 那一樣從這邊可以裝電池 然後這個是開關 不過因為它並沒有附電池 我就不裝電池讓大家看 那這個是正面的部分 然後背面我們轉過來看 好背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 有點那種核心的感覺 那這個可以拆下來 你可以鑽 轉接器之後 把五四刀掛在後面 就跟 之前的紅色 甲斐之虎是一樣的 那這個 轉接器它原本裡面是 有附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你可以把這個 裝上去 好然後再扣上 轉接器 你就可以把五四刀裝上去 那這邊我就不裝 只是告訴大家 位置在哪裡 最後轉轉熱的時候 我們再來 安裝給大家看 好那這是背面 然後上半身的可動 肩甲 好是有 可以翻動上來的 然後再來側面的這一片 好你可以看到裡面的內構 是有做的 所以這個是還蠻細緻的 然後這邊都有不錯的 細節跟分色 是我覺得這一隻 在細節上處理也很好 再加上它藍色 其實是兩個藍色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兩個藍色 其實是有一點點藍色的差異性 那會讓 你的藍色看起來不會那麼的單調 會更有細節 然後這兩片 好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兩片 是可以 翻開的 好就是一個 小小的機構 然後這一片 跟這一片 有一點點微微的可動 那上面這邊就沒有可動 好雖然這邊的 看起來是有裂甲的感覺 不過這邊是都不能裂甲 這是稍嫌可惜的地方 如果這邊 可以像裂甲稍微拉上來一點 好那他的 細節度會來的更好 然後手呢 是可以有一點點前後的 好你可以看得到 好這邊可以 有一點點前後 你可以看這邊的角度 好你可以看得到 好他是有一點點 往前 其實不能說前後 就是平的跟 往前的角度 那這個是他的手部的可動角度 然後這一片呢 好不曉得這一片的主要用處到底是幹嘛的 好反正他就是 就是有個彈簧 然後感覺他就是 扳動 可是他並不會因為 手手的往前或是往後會去干涉他或是什麼 所以這一片呢 是額外做出可動的效果 可能就是你要拆胸甲的時候 比較好拆吧 好那就是這一片是可動的 那再來是手的部分 手的部分呢 手臂一樣可以做旋轉 好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 手肘的旋轉角度還蠻大的 好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彎到幾乎 對折了 好這個是 手肘旋轉角度 然後後面的這個 有壓感 好是有連動的 好這個是我覺得處理很好的細節 那再來呢就是 這邊可以裝武器 好所以這邊扳開之後呢 這邊可以裝武士刀 好就是說他的武士刀可以裝在後面 那槍就可以掛在胯下兩邊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他 全身的武器都裝上去 然後再來 手甲這些細節 我覺得處理的很好 然後包含上面的水貼的感覺 或是轉硬貼的感覺 我覺得效果都處理的很不錯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可動手 他並沒有獨立附一個可動手 雖然附了蠻多手勢的 但是有可動手 還是會 讓你在把玩上有更多的 就是好玩的地方 然後再來呢 他的手腕呢 換的地方跟一般比較不一樣 他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卡榫 好然後裡面這邊 就是這種設計 好跟一般鋼彈的那個 關節球是不太一樣的 好不過我覺得他這種設計呢 其實活動空間會 更大一點 好不是鋼彈的關節球 跟人偶的關節球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 在機甲內構呢 他都還有 裡面內構的感覺 雖然這邊是沒有可動 也沒有裂甲 但是他呈現出就是 盔甲的豐富度 好這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就是腰部 腰部呢 背面這個其實 你可以看到這邊一節一節 他並沒有每一節都做可動 他腰部其實只有一節而已 好所以你在彎的時候 胸部一節 然後腰部一節 所以兩格呢 並不是每一格都可動 只有這一格是可動的 好但是 模擬出好像你彎腰的時候 每一節都有動 那這樣子我覺得 就是 呈現度的感覺看起來是 很棒的喔 就是這整個 背夾的部分 然後這一片呢 剛才說過 你如果要裝槍這邊可以翻開 好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裝上去 好那就是會有 雙槍的感覺 那這個槍我就先不裝了 先讓大家看一下他的結構 然後這兩片臀甲 是有一點點機構 是可以做翻開的動作 然後也可以合起來 然後這是 基本的臀甲可動 然後這個臀甲也可以 他有一點L型 可以稍微往下拉 好改變一下他的高度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上面 然後這是 底下 這個是 相對臀甲 微微可調的 然後側臀甲 只有上下 然後前臀甲是一個 把腰部彎回來喔 前臀甲是一個L型的 所以他L型的好處就是當你要做 跪地的時候是可以做的 然後這樣角度就會比較大 好這個是 前臀甲 的一個可動機構 好那看完了 上半身的可動之後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半身 那下半身的可動呢 他的大腿 其實大腿這邊有一個 小機構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把這一塊 把他起來 好大腿這邊有一個 小機構 所以這邊呢 這一塊是可以往前轉的 好所以為了讓你前臺的時候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角度 所以這邊有一個 小機構 不過這個並沒有卡榫 所以我覺得這久了 他可能會 有點鬆啦 不過這邊有 有螺絲 你可以自己 把他鎖緊 雖然我現在拿到 他還是緊的 你可以看到他不會 不會垂下來 好但是我覺得這久了一定會 會鬆 但是你可以自己把他鎖緊 再來呢 這個樣子 你比較容易做屈膝的動作 如果你要做高軌枝 因為畢竟 狙擊手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高軌枝拿 狙擊槍嘛 好所以這個 就是讓你有比較好的可動空間 然後再來呢 往側方是沒問題的 可以翻到90度 那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臀腳會卡住 好所以這已經是最大角度 那往後翻 當然也沒問題 就是後面這一塊能翻多高 他就可以翻多高 那後面這塊 好在掉下來的狀態下 你可以看到 好也是90度 那再來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他這邊有連洞 當我們在彎曲的時候 好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露出橘色的地方 這邊還會露出有壓感的內垢 好這個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的地方 你看喝起來就沒有 好翻開的時候 其實彎一點點就會有 好那這個是 很用心的地方來呈現裡面的 機械程度的豐富度 然後這裡的機械程度豐富度 也都處理得很好 然後彎起來之後呢 膝蓋這邊的效果跟內垢的塗裝 這邊也都有做 不會讓這邊翻起來就是 高位置之後 你會覺得他空空或是怪怪的 至少這邊 不會太過奇怪 好然後再來 腿部的背面 好這邊的細節呢 我覺得是 非常豐富的地方 那這邊有一點點連動 或是可動 因為我不曉得 在彎膝蓋的時候 他好像不太 好有啦這一塊 好這邊等於算是有一點點連動的地方 好那這兩個油壓管 是我覺得還蠻喜歡的感覺 那最後是腳掌 腳掌呢 分為三個部分 那腳底呢也有 基本的紋路 腳掌除了你可以左右轉 好然後 這個腳掌 就是腳跟的地方控制 前後 我們這樣看 腳跟的地方控制前後之外 還有前腳掌跟中腳掌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 這地方是還可以轉 好所以他腳掌總共分為三段 好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一般 我們看到腳掌就是頂多就是像這樣子 兩段其實是 沒有前段的 好那他還多了前段的這個腳掌 好所以在可動上設計呢 也是非常的一個用心喔 然後貼地性也很好 那這隻呢我唯一在覺得 在擺姿勢的時候 少了一個地方 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大腿 不能往側轉 也不是說不能往側轉 就是一點點的角度幾乎不能 所以我這個大腿呢 基本上我只能往內轉 一點點而已 或是往外轉 一點點 那這個一點點呢幾乎 幾乎等於沒有 好所以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不可轉 所以當他 大腿不可轉的時候呢 你的腳掌如果往旁邊轉 你的腳軸心就不在中央 就會像這樣子 就斜斜的這一片就沒有蓋到 因為這一個沒辦法往外轉 這是我唯一覺得比較可惜 雖然腳掌是可以做比較大的轉動 好但是 大腿這邊因為盔甲的關係 好這邊擋住是不能轉的 好不像 手 手是可以轉的 好所以你看手是可以這樣 這樣轉動 好那大腿就少了這個轉動 這是我覺得 唯一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其他的可動啊 關節的扎實度 好跟 枕絲 雖然 他應該算是內骨架式合金啦 其實 外盔甲都是塑膠啦 那但是枕絲拿起來 也是有一定的份量感 那這個把玩上也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再來你看 他的細節跟內甲 其實他都是有 用心去做 這是還蠻值得推薦的地方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好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那這支呢 我把他身上的武器 就是他有附的都裝上去 那當然呢 不一定就是你可以這樣子裝 他其實武士刀呢 可以像 原本 甲斐之虎一樣 你可以裝在 側面 也是可以的 好那不過呢 因為他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他武士刀呢 可以裝在 手甲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把他裝在 手甲上 但是呢 他這個呢 只能裝短的那一把 因為卡損設計的關係 長的那一把呢 他並沒有辦法卡在手腕上 所以 如果你要卡兩把 你只能拿 就是甲斐之虎的這一把 來去卡 你就不能去卡這個 長的這一把 因為這邊 不一樣 就是他 錄刀鞘的這個地方不太一樣 他必須卡這個 錄刀鞘的地方 然後另外這一把 長的並沒有 那你就只能 拿另外一隻的刀 才可以兩把都卡 不然你只有一把刀 可以卡在這個 手腕的地方 手肘的地方 然後再來這個狙擊槍呢 你可以背後面 然後再來呢 兩把的手槍 你可以插在旁邊 然後當然他有附了這個 你也可以把兩把手槍插在後面 也可以 然後狙擊槍拿在手上 然後大的武士刀掛在旁邊 所以這才是我說他武器上呢 其實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 依照想要的方式去把玩去擺放 好那這樣子呢 可玩性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整支塗裝呢 其實比前一支紅色的 還來的優秀 包含他的 不管是轉硬貼 包含他的細節跟豐富度 包含內構的一些 細節的呈現 都比前一支來的好 雖然我覺得前一支的就是造型 是比藍色這支好看 那不過這見仁見智 我個人是喜歡比較壯的 所以前一支看起來比較壯 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看 但是以細節跟豐富度來講 其實藍色這支跟紅色這支比起來 是有明顯的進步 那這次還蠻推薦大家所購買的 好那最後呢 謝謝大家偷偷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大家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幫我多多分享 那也感謝魯巴夢想飛船所提供的新品 那我可以很快的介紹給大家 那謝謝大家收藏這次的 凡天丸的大人玩具開箱